大家好,这里是俗说宇宙,我是Limo 今天就不上镜了 直接带大家用宇宙沙盘来看一下太阳系的真实比例 正好简单复习一下之前几期的内容 顺带也是给太阳系这个小系列做个总结吧 好了,话不多说,现在开始 我们换一个模式 换一个能看到卫星的 太阳系 有一个实时模式 这个是能看到行星的卫星 好,这就是我们的太阳系 我们先从太阳开始吧 稍微一点卡 亮瞎眼 那太阳的质量占了整个太阳系 太阳系质量的99.8% 这里面的个头是最大的 之前有一期好像是木星那期吧 里边我说到我们的太阳的个头在整个宇宙的整个恒星家族中只算个小弟弟 然后有些人总觉得这个说法不对 因为从数量上来说 大部分的恒星其实没有太阳大 太阳怎么能算个小弟弟呢 这个主要是理解角度的问题 打个比方 有一个家族 有一个家族大部分都是小猫孩 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大孩子 然后只有个别成年人 我们的太阳就像是这群小猫孩中的比较大的那个 所以不管他比多少人大 他在整个家族中的位置 仍然是个弟弟 所以我认为我这个说法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个头 所以这里应该强调大小的地位 而不是数量的地位 不知道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太阳的个头看起来很大 但是你要放到整个太阳系的尺度 你看这是水星 即使是在这个尺度 太阳已经成一个点了 好我们现在说完太阳 我们再来看水星 就从内到外看吧 好这个水星 这是水星的背面 面向背向太阳的那一面 这个是正面 这是背面 太阳跑哪儿了 太阳在这里 水星的内核是 大家还记得吗 水星的内核是非常大的 它的核心 整个核心和地球的核心 大小差不多 虽然它体积很小 它的内核的占比是非常大的 所以有种说法是 水星原本是一颗大行星的核心 就是说它原本是一颗大行星 然后遭受了非常特殊的一字撞击 导致了大部分外壳被撞掉了 剩下的只是个核心 所以它的密度也非常高 这个确实是有这种说法 然后它的两极 虽然离太阳很近 它的两极可能会有水 说完了水星 我们再来看 金星 把轨道打开 水星是在这一圈 然后看金星 维纳斯 这个就是人间炼狱金星 平均气温400多度的金星 有点非常浓厚的大气层 所以你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大气层下面是硫酸雨 它有个从轨道上来说 它有个比较特殊的就是 它是顺时针的逆行自转 这个金星 然后我们说地球 地球 地球 从地球到太阳 1.5亿千米 也就是一个天文单位 一个AU 就这个距离 这是一个AU的距离 相比之下地月的距离 可以看一下 这是月球 这是地月的距离 和一个AU相比 简直是可以忽略 先看一下月球吧 月球永远是这边背对着我们 对着我们 这边是永远背对着我们 这是它的背面 它是被潮汐锁定的 你看从地球上 其实我们看 水星金星 从地球上看水星金星 其实是很难观测的 就是地内 它们都是地内行星 所以它水星和金星 大部分时间是和太阳是同框的 这儿金星 水星 也就是说我们看它们的时候 基本上太阳就像个远光灯 照到旁边啥都看不见 所以地内行星 通常都是靠傍晚的那会儿 那一小段时间才能来观测 大部分时间 是很难观测到的 这也是为啥外行星 系外的那些行星 很难被观测的原因 因为行星只能靠反射 它的恒星的那一点点光 再加上那么远的距离 相对于恒星的亮度 相对于恒星的亮度 它的行星的亮度完全可以忽略 所以很难直接观测 这是为什么 系外行星的发现 能拿今年诺想的原因 这个确实是 这个发现系外行星的方法 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这个回头再说 我们再看火星 这里 还是给轨道打开 火星 火星的 北极部分 可能会有水 应该说是 确定有水 红色的星球 然后它的有两颗卫星 火卫一 火卫二 火卫一离火星是非常近的 再过个几百万年 据说可能会被 达到火星的洛西极限 这是火卫一 确实很近 从火卫一上看 火星这么大个 火卫二就远一些 也挺近的 其实 这是火星 对了 这里还有个 知道这是什么吗 给你们看看 Elon Musk的特斯拉 它现在就是在 基本上在 这个轨道和地球的轨道 差不多 应该 稍微边一点 蓝色的是地球的 这条是特斯拉的 有时候会跑到火星外面去 然后火星再往外 这个是木星 纽比特 中间这一小圈 就是小行星带 可以看出来 水 金 地 火 只有这么大的 这么大一片 然后木星距离这么远 所以可见 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 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这里 遍布了非常多的小行星 非常空旷 我们看几个 看几个比较出名的 这个 古神星 是这个吧 是它 这个就是古神星 最大的这颗小行星 observation Engine 造神星 这个是造神星 这个是荘神星 槰身 这个是У quelque depends光の 这个是昏神星 这个是昏神星 这里边只列了一些 一些比较出名的 比较大的一些 小的就没有列了 其实这里边有非常多的 非常细小的一些小行星 非常多 好让我们接着看木星 木星这么多亮点是什么 这不是说它有这么大 而是这是它周围的 卫星的轨道 非常多卫星 先把轨道关掉吧 可以看它 它的卫星是非常多的 不过其实它现在已经不是 卫星最多的星星了 前一段土星又新发现了20颗卫星 整体数量已经超过了木星 好这是土星 好这是它的大红斑 反曲弦风暴 超大的反曲弦风暴 它的自转是非常快的 木星的自转是非常快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卫星 卫星实在是太多了 找一找 比较出名的 找一个 太多了 还是离近点 先找一些近近点的吧 这是它的L L L 好 上面马子连一样的 都是它的火山 非常多的火山 而且是火火山 而且是火火山 应该是 那这个欧罗巴 木卫尔 据说它的冰层下面 可能会有生命 都是据说了 是 木卫尔 欧罗巴 其他的就不看了 实在太多了 这是木星 到木星 已经离太阳非常远了 你可以看 从这儿看太阳 把轨道关掉 基本上就 看到的是个小点 行星的话 基本上就看不见 因为都淹没在 这些背景的 其他恒星的光亮中了 好 我们继续往外 土星 它的卫星也有非常多 然后现在它已经是 卫星最多的行星了 太阳系统 那这外面这一圈一圈的 就是它的行星环 它的很多卫星 都是在行星环上的 除了行星环之外 还有许多 周围还有许多 很多很多的卫星 我们看一下 它的六边形风暴 有没有 好像不是很明显 这个做的不是很明显 这个做的不是很明显 它的六边形渲染窝 实在 在这个图上看的不是很明显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卫星吧 图为六太坦 看一下太坦在哪里 太坦在哪里 那这里 离得有点远 灭霸的老家 从太坦看木星 土星 还是很近的 零下183度 太坦 太坦的大气层也很厚 这个只能期待以后的 清廷号 新疆界计划的清廷号 看有没有新的发现 继续往外 水晶地火 木土星 天王海王 冥王星 该天王星了 天王星的轨道没有画出来 那就是这个 哎呦 好点啊 这个蓝色的星球 天王星 这个熊孩子 躺着自转的 看看是不是 看的不是 很明显 没有把回道画出来 这一圈 它的 卫星 构成的星星环 竖着的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 它是竖着的 所以它是躺着自转 我们看 我们看海王星 海王星 这个就是通过数学计算发现的行星 因为天文观测 因为天文观测实在是太难了 可以看到它离太阳实在是太远了 从这个位置已经完全看不到地球了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看见没有 太阳 水晋地火已经全部在这 在这个位置上看 它水晋地火和太阳基本上就乘一点了 海王星已经非常非常远了 这个时候 30个天文单位 我们继续往外 那就是冥王星 这个矮行星的老大 布鲁托 冥王星 冥王之心 哎呀 还能看见冥王之心呢 是这个吧 这个位置已经非常非常远了 已经跑到太阳系的这个位置了 这里已经属于可以不带了 这里面有很多的小行星和爱行星 我们看能不能找到啊 这个位置 这是个创神星 是个后旋暗神星 这个位置实在是太 不好操作 哎 这看见一个细神星 好 就是因为细神星的发现 冥王星才被降级成爱行星 怎么都这么黑啊 实在是有点卡 这个是任神星 也是个爱行星 好 这个是鸟神星 也是爱行星 都是黑的 是没渲染出来 还是离太阳太远了 这个塞德纳 这个塞德纳 也是个后旋暗神星 它的轨道 非常扁 像彗星的轨道 远日点非常远 远日点大概有900个 900多个天文单位 转一圈需要 11400年吧 再往外 阿尔特云就看不到了 这个宇宙沙盘场是没有模拟它的 我们换一个模式来再看一下 这个是刚才说的 那个塞德纳 把它的轨道显示出来 然后这是塞德纳的轨道 转一圈要 11400年 和彗星 比一些长周期彗星还要长 但是它却是个小行星 或者说是后旋暗行星 这是细神星 我们就从差不多看完了 基本上就看完了 比例的话 大家从刚才的演示中 应该能看出来的 太阳系的比例真的是远超我们的想象 非常空旷 虽然这里是把轨道显示出来 看起来是还没那么夸张 但是其实如果把轨道关掉 你单看的话 你基本上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 它如果不标出来 你是完全看不到的 连一个像素都不到 一直到这个位置 是可以搏带 好了 太阳系的真实比例 就带大家看到这里吧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好 下期素说宇宙再见 拜拜